新北市各区首长在去年底就直到任之后 现在也已经满两个星期 许多区长对于区内的环境也都以最快的速度适应 并且了解在三支区 区长林克文从树林护震事务所主任 到三支区担任区长之后 他表示对于三支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此外他还表示在三支区的老年人口 占全部人口的13%比例非常高 因此对于未来也会非常重视长者的福利 因为我们这个青壮人口真的是严重的外流 因为我们三支区来讲是两万三千多个人来讲 有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就占了有三千多人 就占了总人口的13% 所以因此老人福利是我们三支区 重要的区政推广的一个重点 而后那我是想说准备再加强一些的 老人医疗专车急难救助 还有居家关怀等等的措施 我是希望将三支打造成为我们北海岸有名的一个长寿村 林克文表示老年人口比例高 因此之前就有七处的英法族俱乐部 个理关怀据典等等 而未来还会推动老人医疗专车 让三支成为长寿村 此外林克文还说三支农业相当发达 特色农产包括了57号地瓜 叫百损有机农产等等 希望可以增加这些特色的曝光度 那我正在努力说我们来推广像这个有机无堵的农业工作 那能够打造一个我们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区域 来提升我们一个农业经济 我们将结合这个艺术村 像一些的有名的庙宇跟布袋器的文物等 那创设一个文化艺术延期 那同时呢我想就是说我们要制作一本比较精致完整的一个导览手册 将我们三支的人文艺术美食美景等涵盖在里面 除了特色农业樱花铜花之外 区长林克文还提到 在三支有许多的艺术家 而这些艺术家都是可以发展观光互相合作 结合艺术村 未来也希望设立文化艺术园区 让来到北海岸的游客能够留在三支 增加地方发展 而林克文也期盼三支可以发展成为宜居乐活的城市 这就是团义三支采访不到